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赎罪券的起源 当教会吩咐告解之人规定他们补罪 严厉到他们受不了时 请求教会减轻他们的重担 教会提供他们特赦免罚 后来可用金钱购买成为赎罪券 当他们开始将补罪视为人可将功赎罪 救赎自己脱离审审判的同时 将赎罪券转化为除罪良方 释放人脱离应得的刑罚 他们无耻地捏造如此亵渎 是其其邪恶的 天主教在赎罪券之外 又以所谓炼狱迷惑信徒 然而炼狱说不能再搅扰人们 因为破解赎罪券的斧头 也能破解摧毁炼狱论的根基 有人认为对炼狱说应避而不谈 因提到炼狱会产生激烈纷争 不会造就人 我们不同意避讳不言 当然若炼狱论无关紧要 则我们大可不必谈论此事 既因炼狱是建立在无数的亵渎之上 每日引发新的亵渎 并且此谬论诱导人犯许多的大罪 所以我们不可等闲逝之 论到天主教炼狱论的兴起 其真相不容隐瞒 这是人偏离圣经 大胆无耻捏造的教条 而且人们因所谓启示 相信这谬论 其实是出于撒旦伪造的诡计 他们也无知地扭曲一些经文 支持此说 然而神不许人健忘 揣测他隐秘的旨意 他严厉禁止人违背他的话语 向死人求问 也不允许人扭曲腐化他的圣道 因神的话 是他所显明的旨意 要我们谨守遵行 当初兴起炼狱论时 或许视为无关紧要 但当它被用为理由 使人在基督宝血之外 寻求除罪与补赎罪时 我们若保持沉默 则是极大的危险 我们必须大声疾呼地警告 炼狱是魔鬼致命的谎言 想要使基督的十字架落空 且侮辱藐视神的怜悯 推翻毁坏信徒的信心 他们所谓炼狱 到底是玩什么花样 不就是人死后灵魂在炼狱 补赎自己的罪债吗 当人为自己补赎罪债的迷信 被推翻时 炼狱同时也就被连根拔起 我们从圣经确知 基督的血是唯一能补赎众信徒的罪债 唯一的赎罪计 唯一的炼净 我们只需要说 炼狱简直就是对基督可怕的亵渎 至于天主教为炼狱辩护的 其他亵渎言论 炼狱在信仰上造成的次要危害 及由此污秽全员发出的 其他无数邪恶 就不用提了